旧金山主城区 它的位置是 这块比较平 周边都是那种丘陵 那种小山 所以它把这个 主城区设在这么一片空地上 还可以 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 不用爬太多坡 主城区是比较平的 当然有些街道也是 有那种坡啊 或者大的转弯啊什么的 家用电器 这边是卖冰箱什么的 这边也都 挡住了 那个木板里面挡住了 纸壳 纸壳挡住了 不是木板 他们估计 买不到木板了吧 木板都特销了吧 有些餐馆是 可以来取餐 不可以在那里坐着吃 还行这条街秩序还是不错的 这个垃圾箱放在这儿了 你看这边有木板 这个玻璃好像被打碎了吧 还是自己拆掉的 看这个木板都钉起来了 这边都 看这个用 木板都保护起来了 这个完全是放刃啊 但是也没有人砸 砸是不对的 还是正常的保持 正常的保持 常规的秩序 然后可以表达观点 但是不要去破坏财产吧 对吧 财产是无辜的 所以这个街头景象还算正常 就是人比以前少了好多 还有双重影响 一个是疫情 有一些人不敢出来活动 另外一个是消禁 前几天的消禁 导致现在人们也有点害怕啊 害怕受到攻击 受到病毒的攻击 受到那些坏人的暴徒的攻击 你看这就有木板了 挡起来了 这又有木板挡起来了 等这次 事态完全平息之后 它有这种木板挡起来了 估计人们就开始扔木板了 路边都会扔好的木板 这个也写着Black Lives Matter 黑人的生命很重要啊 就是不要不当回事 有些玻璃也没事 有些玻璃也没事 也没有人砸 还行 秩序还可以 还可以 可以 Floid Big Floyd 大Floid 这个也是 这个是完全的用木板给它割下来了 Justice for Black Lives 正意味着黑人的生命 哇 这还 弄上了锁头 这个弄得不错 这个弄得不错 被预约 预约都可以进 这个很厉害 这是花了不少工钱啊 估计找到老沫 这个叫 Sutter太平洋医疗基金 这根没有炒红灯 炒红灯 炒红灯专业户 炒红灯专业户 这条街都空的 空空如也 这个是那种 也是类似于共享单车那种 一块钱其次吧 We support our community 谢谢我们支持我们的社区 Don't see what you want 不看不到你想按什么东西吗 这个对面 也是用这种 木板把它盖上的 看 对吧 Let us breathe Let us breathe 让我们呼吸 Black lives matter Stop Please violence 停止警察暴力 花朵 这个是锁自行车的 设计的不错 是一个幼儿园吧 Black lives matter 黑人的生命很要紧 他没用木板保护起来 他索性就写一个标语吧 对面都是用这个木板保护起来了 这边还有人摆这个路边摊吗 还是为了纪念某一个逝去的生命啊 祭奠弗洛伊德的吧 为了祭奠他 那个老妹去炸巷去了 这个黑人妹妹跑步呢 跑步也不要炒红灯啊 在这黑人妹也不能正干呀 这哥们儿也行吧 绿灯也亮了 车大梁上放着一个葡萄月瓶 这个自行车放在车上边了 纸壳扔的还是很规矩啊 都折好了 这边是什么事啊 Business Black Lives Matter 黑人的生命 直观重要 这个垃圾箱 Brick 砖 盖房子的砖 咨询建筑工程 这是一个临时的卫生间好像 White Superman 白色的超人 Justice for George 正义为了乔治 Black Lives Matter 对 那个警察做的 有点太过分了 应该是不妥 我不妥有点太过分了 没有特别的 如何事务 穿了 请与他人保持6尺的距离 take out 拿走 对面是刘拉罕的帐篷 无家可归的人的帐篷 上面纸壳写着 No justice, no peace 没有公正,没有和平 这是一个涉案局 Social Security Bureau 冷冷清清啊 冷冷清清 冷冷清清啊 我不觉得美国经济这段时间强劲复苏 我觉得是大力的衰退是对的 这怎么复苏啊 就这样复苏吗 大家都在屋里猫着 没有人赚钱 上店铺都关了 复什么苏啊 不是复苏了,是苏富 大家都很苏富 都在家呆着呢 都失业了 好多店都关门了 如临大敌 这个对面也是用木板把窗户给挡住了 看木板 木板成了炙手可热的商品了 对面一个美眉 在这跑步呢 好好锻炼身体 身体锻炼好了就不用去医院了啊 我那个花儿应该拿到外面种了 那个盆太小了 找一个地儿给它种到野外吧 那天 看这块也是木板把它保护起来了 这个店还这样 行吧 这些还可以 胆子小的就用木板 把玻璃挡一下 胆子大的就放任 爱砸砸也没人砸 我个人觉得旧金山市 市区这些民众 素质还挺高的 我个人觉得啊 以前在拉斯维加斯的时候 就是感觉那边的人体格比较庞大 到了旧金山发现这边人整体 他这个体格没有拉斯维加斯那边魁梧 所以我个人觉得 如果一个地区人们的身材普遍 还保持的可以的话 证明这个地区人们的素质还是可以的 对吧 因为身材好 一般来说是长期自律的效果 对吧 所以我觉得旧金山这边还可以吧 可以 看他对面这个 用木板给挡起了 中间这个部分 前面这个妹妹穿的是羽绒服 夏天穿的羽绒服 旧金山就是这个气候呀 大夏天的穿着这种棉衣 木板 木板 这个都已经枯黄了这个花 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旧金山这边的气候的 觉得凉爽的气候还挺好吧 虽然容易的风湿 但是还行 尽量避免受炒备 保持门关闭 保持门一直关闭 严禁吸食烟草电子烟机大马 旧金山这边华人比例挺大的 所以好多标判都有中文 画的这种画 还行 智许还可以吧 心里还是 转了这么一大圈 心里还是 觉得有底了 觉得还可以出来逛街 前几天 基本上没出来 不敢出来 现在转一大圈 寻寻街 看还可以 也正常吧 有一段时间会乱一点 之后会平静一点 之后会平静一点 然后再有波动 也正常吧 谁在那喊呢 这个哥们在这喊呢 这个哥们在这喊呢 看看这个地铁口这边 是不是还用铁栅栏炸着呢 近距离看一下啊 近距离看一下 另一个地铁口 这哥们在这整一辣罐呢 换废品呢 这是无家可归的人 在路边扎堆呢 这个是社会治安的 让人觉得心里很难受的 对吧 这个群体啊 这样的 好像 也许他们能领到救济金吗 不知道 这边是图书馆 还行吧 蒸鸡还可以 至于还是可以的 看我买这个水果什么的 香蕉鸡蛋 香蕉鸡蛋 ACE ACE ACE是老妖 最小的意思啊 是那意思吧 或者是杰出的人吧 ACE 是一个英语单词 一切正常 现在 大体就可以 从个人角度 宣布一下 至少救济山这边 还算正常吧 对吧 恢复正常 明天再去 其他区域转一转啊 是吧 你看这边 地铁啊 这个口 都给拦住了 不让过了 就是这么一个景象 然后这边的流动公厕还在开门 每天上午九点开到晚上八点 哎现在应该关门了 已经八点了 保持六英尺彼此 看 它这个地铁口啊 都用这个铁码啊 铁码还有拦住了 这个女人 把这个玻璃瓶扔地下了啊 也是一个有点 心肠不太好的 这个玻璃瓶一旦碎了 会把人扎坏了 拜拜 再见 拜拜 再见咯 就 路到这里吧 这个女人 哇 吓一跳 我以为她听懂了呢 我以为她听懂了呢 啊 这家野蛮人挺可怕的 啊 这家野蛮人挺可怕的